我们把无名暂且定为烦恼,无来处,无去处的烦恼被称作无名,却会得显现明朗,无非就是让我们彻见自信,彻见我们本来的佛性,从烦恼中突围出来,超越出来,打碎烦恼,用清静占领烦恼的阵地,将烦恼烟消云散,不复存在,生活里不妨多鼓励自己。 早安,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短,但你可以控制它的质量,你不能左右天气,但你可以改变心情,你不能改变容貌,但你可以展现笑容,你不能控制他人,但你可以掌握自己。 你不能预知明天,但你可以掌握今天,你不能遥遥胜利,但你可以事事进行,早安,别害怕走弯路,走弯路那才是人生的常态,世上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,也是没有人所有的第一步就是绝对正确,走弯路那不是走邪路,所以那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, 只有目标一旦设定了,那么就必须静意前进,早安,狂风,暴雨中,哪怕被吹倒了,人也要敢于在泥泥中匍匐前进,千辛万苦中,哪怕被压倒了,人也要敢于在重压下顽强挺立,时光把过去浓缩成记忆,你可以回首,但无法回转, 一切遇到的决别的拥有的失去的,都无可更改,就算命运在不堪,我们都要前行,早安,人生如你水行舟,只为红尘梦一方,有时候,梦想与现实背道而驰,你没有能力掌控它的方向,不能预知它的未来,这时候,我们不必苦苦挣扎,上下求索,我们需要的是换一个目标,换一个开始,换一种方式,去看待 在生活的殷勤圆缺,早安,别害怕走弯路,走弯路,那才是人生的常态,世上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,也是没有人所有的第一步就是觉得正确,走弯路那不是走邪路,所以那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,只有目标一旦设定了,那么就必须经意前进,早安,生活中挫折和失败是家常便饭,路慢慢行修远系, 无脚烧下而求索,走在生活中迷命的小路上,面对不满经济的漫漫长路,看着一个个形同陌路的人匆匆走过,握鼓起勇气,一步一个脚印,书写人生的杂卷,失败可能会让我们品尝的苦水,但也让我们明白成功背后的艰辛,我们何不敢奔于生活,感谢于对手呢,早安,忧伤并不是人生直近看可并非无止境, 没有谁能剥夺你的欢乐,因为欢乐是天灵结出的果实,欢乐将只有你在人生正确方向里寻找自己的错误,寻找自己人生的正确目标,并执着地走下去,早安,人生路上不要惧怕敌手,没有敌手,只有朋友的人生必定是平庸的,凭发着人生,有敌手,人才能增加智慧, 才能识别人世间的一切狡诈,有敌手,人才能增加胆量,才能战胜天敌间的一切风雨,有敌手,人才能结交俱友,才能积聚奋斗中的一切力量,有敌手,人才能增加动力,才能领略世界上的一切干苦,早安,给生活一个微笑,道路还在继续, 不管未来有多远,微笑着走下去,做生活的主人,不做情绪的奴隶,给他人一个微笑,种下一个善念,收获一种良知,付出一份真诚,得到一份尊重,传递一份爱心,感受一份温暖,给自己一个微笑,让心情豁然开朗,不为昨天而懊恼,不为明天而迷茫,快乐而知足,宁静而致远,早安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